新城乡公所公路公共运输服务计划 新城乡幸福巴士车辆捐赠仪式活动 23号在原住民网务馆举行 那么新城乡长合理台感谢新引力集团和新东洋机构 共同来捐赠的幸福巴士 未来将可以解决长者的通行不便 进而让长者的生活更加幸福 23号的决定仪式是由新引力集团和新东洋机构 共同响应新城乡公所社会服务的政策 来捐赠幸福巴士 新城乡的合理台是相当的感谢 让乡近的有幸福巴士车辆 未来将可以解决长者通行的方便 进而让长者生活更加幸福 在七年年底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代理中博国市长 ATT我们集团的种子 它是我们新城乡康克孙 我们是17岁的 就离开故乡 到台北来打电梯 今天在台北来发展 来 企业非常非常的成功之后 不忘回馈下面 它也是我们最近在花莲美丽当中可以看到的花莲 它不只在马下亚师傅的一个饭店以后 也在新城乡各个地方来投资 我想这项未来的投资啊 不只能够带领我们光光业 一个红豆花莲 对花莲的产生一个七月机会以外 我想一个成功的一个企业家 不忘回馈下面 我要表示感谢 在七年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代理中博国市长 我说七年乡 因为在整个调查当中公共运输的领域 不几我们整个花莲的一个平地 相对的一个公共运输比例覆盖的范围 不几 不几百分之七十磅左右 我们是八十几八十三 对于乡里面的老肉父母的一些方法秀义也好 包括临时需要一些公共运输的时候 可能会没有办法提示这样的一个公共服务 而这项新城乡公所幸福八十则是由去年度由新城乡民代表林国贤在代表会向新城乡公所建议 新城乡民代表林国贤以及全体代表们肯定向人合力以来争取是相当的有效率 让相近的社会福利政绩能够彰显出来 为了感谢新银利集团和新动养机构全业的支持这项社会福利政策 新城乡长和立台也自身感谢壮来表达对大家的支持及爱护 为了针对关怀据点长照据点以及文化健康站的长者 因许多长者不便骑车或开车出门需要依靠大众运输交通的情况之下 为了将造福长者们出门的时候能够更加的便利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